早餐常吃的火腿、火鸡片超高钠,并含塑化剂 肖会早前检测试面30款火腿片及火鸡片 结果发现不均检出防腐剂,其中2款检出塑化剂 同时,九成本也属于高钠,长期进食抑制高血压、胃癌等病过 有7款属高分、安全之选、不含塑化剂 包括马莎品牌的火腿 根据选择月刊第542期测试报告 肖伟早前曾检测试面上23款火腿、7款火鸡片 测试结果是,在安全及营养方面 有7款火腿、火鸡片总评分4.5分以上 而且不含塑化剂,较为安全 肖伟会在10安全测试中发现 全部火腿、火鸡片亦被检出含 辅寄肖酸盐或亚肖酸盐 不过各样本检出的肖 盐及亚肖酸盐含量均没有超出本港的法力规 此外,有2款火腿含有磷本2甲322 以及几质DAP速化剂,含量如下 不过,由于样本远低于10安中 与欧盟定定的DAP安全行动水平 正常食用不会赢健康 在欧洲食物安全局标准下 以一个60公斤体 人士为例,其DAP每日耐受摄入量为3毫克 而是次罪的减出量为0.12毫克 要长期每日进食该款样本超25公斤 才可能对身体健康有相关的影响 同厂家火腿和火鸡片属于加工肉类 那含量普遍较高 尾会指,试次营养含量测试中 发现于9成样本属 那,每100克的火腿样本的平均那含量为937毫克 而火片样本的平均那含量为888毫克 根据食安中薪资 每100克固体食物含超过600毫克钠 已属于高钠食物 试结果显示 30款火腿和火鸡片中 有28款样本属高 萧伟会提醒 长期摄入过多钠会增加换上高血的风险 钠含量最高 最低的火腿和火鸡片如下 此,759阿信屋层回应指 厂方会继续积极研究降低 物中那含量已配合市场趋势 Badig的代理商则表示 品可供安全食用 而且符合香港法律和要求 萧 会是次测试发现 有10款火腿、火鸡片样本属低脂 据食物及药物成分组合及标签规律 每100克固体物含不超过3克总脂肪 属于低脂食物 萧伟会指 次测试中 没有样本属于高脂 根据食安中心的 料,每100克食物含超过20克 总脂肪 即属高脂食物 不 总脂肪含量最高及最低的样本 可以相差18倍 香 文章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揽更精彩内容